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个小学朋友他就要我说要不要做一些善事 他们就带我去那个阿高杰在巴特邦的时候 阿高杰他不能够起床的 所以他的大小解决都是在床上 所以那种味道真的是你进到去你就想出来的那种 那个印象真的是很深刻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看到 其实社会上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家庭 没有人去照顾的 有慈祭这个团体照顾就很好 这样我们就参加这个团体来借力去做 陪伴他们走过最辛苦的路 因为上人要我们弘扬慈祭中文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一直制造很多活动 给更多人认识慈祭 接触慈祭 当然一就是你答应上人你要承担 上人都没有停 我们不可能停 我们还是一直在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走向 community classroom 教育 教育不只是教育孩子了 教育中年 教育老年都一直在教 所以它是不同的方式去 这种是我们先给他们 机会参与自己 接触自己 然后再从这边去给他们进来 只是开不同的门 其实我们做这一个打枪部的转案 本来就是想把打枪部转变 然后翻转整个打枪部 我们从改变到它的清洁 到它的孩子 学生 这些都是需要一段时间 虽然我不是住这边 我觉得我是中学 after school 的中学 在这边读书 我能够进大学的成绩 都是因为这边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在帮我的人生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是希望说 有机会我们可以回来 这边希望再把这边搞好起来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更多的人 照耀的时候就在照耀一下 一生多一分平安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